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台北股市震荡幅度蛮大的 开低 走高 再压低 三部曲 你看开盘的时候开低的 开个小低 最多拉涨94点 最低跌98点 这个来回差的大概差不多195点 又收最低 昨天收最低 今天也收最低了 这个连续两天收最低 这两根的黑K 事实上是从12629 涨到15152 这个地方第一次看到的 连续两天的一个黑K收最低 这段期间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盘中 很多的短线的筹码 他做一个先出场 为什么出场 很简单 有的人是你在这里才刚上车的 你在这里刚上车 那你在这里趁着还有点赚的时候 赶快先卖 赶快先卖 可是对于这边的人来讲 这里的成本 这里的价钱 当这里 经常买的人 这个成本 跟他还差很远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的观念 你一万三不买 给你拉一万三千五起跳 一万三千五不买 给你拉了一万四起跳 一路给你拉拉拉拉拉上去 那短线上跌破五日 跟线跟十日线之后 我跟各位讲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要去回撤 半年线跟月线 那回撤的半年线跟月线 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最近 有跟各位都有说过了 那今天其实不再做赘述 今天最重要的新闻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 心机的移交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那当然 美国总统出席之后 台积电 所有的包含的总裁 这个执行长 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 总裁 还有张正谋先生 大家都出席了 还有台积电的 重量级的客户 库克也到了 那个超微的苏之锋也到了 然后那个黄仁勋 这些台积电的客户都到了 只有一个没有到了 那个季辛格 那个 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 跑到台湾来 跑到台湾来干什么 故装 这蛮巧妙的 大家到美国去 对不对 台积电 新机移交 结果 英特尔也是台积电客户 也是他的竞争对手 就他的执行长跑来台湾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其实 英特尔本身来讲 根本就看台积电不顺眼 他其实被台积电早就压了 压了打 好 好 那市场上大家在疑虑这个事情 台积电赴美掏空 台湾半导体 因为人才移嘛 移过去嘛 钱也移过去 对不对 那总裁魏哲嘉就讲一句话 他呛什么 门都没有 当然外界很多疑虑了 台湾半导体恐怖日本后城 这个我其实在节目当中有提过 80年代的时候 日本最强的半导体 NEC 有没有 那个时候德州仪器还在NEC后面 后来 各位有兴趣自己去查一查 这个日本美国 在80年代的时候半导体的这个 这个这个历史 今天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他讲说台积 台湾努力30多年 怎么可能被击倒 这个话其实我不去评论他 因为 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好 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重点在这里 台积电之所以会成功 这点我认同 因为台湾半导体产业30多年来 它是建立的生态系跟产业链 就是台积电的前面 它顶着风 后面带着它的供应链一起成长 甚至它跟它的客户一起成长 台积电从来不跟客户去做竞争 不像英特尔 对不对 你去跟人家生产晶片 你还跟人家去竞争CPU 那人家当然不爽你嘛 对不对 当然想办法 我CPU 我CPU做出来之后 我投片投到你英特尔去 你英特尔接受我的投片之后 你自己也生了CPU 跟我去竞争 所以那一特尔客户一开始 就慢慢的一开始的时候 就从英特尔转到台积电 然后慢慢慢慢 这样台积电 从那个地方这样慢慢起来的 那当然这个白头画你 白头供你画当年 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们就不讲了 它最主要台积电 它独特的 这个business model 所以导致它今天成功 那其实台积电不是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短线上 不讨论台积电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台积电有问题 它的问题会在 大概明年之后 下半年才会显现 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才要来讨论 不是 那个地方就真正危机就出现 那个时候才认真 去讨论 因为还有很多变数 台积电 8F的高点在这里 那我讲 它回车半年线 要守问 我这个早就讲过了 你从370块钱 一路涨 涨到500块钱 你不回车半年线 你不回车半年线 今年以来 很多人 很多法人 台积电还没有回补 巴菲特成了台积电 首购族 第三季 买了41亿 那我们讲第三季 台积电的平均股价 我们不要讲ADR 我不管ADR了 我就直接拿台积电 2330 台湾 第三季 平均股价 落在488块钱 我们就假设 股神巴菲特 他第三季 买了41亿 就刚好是买了 那个均价 当然有上有下 488块钱 2330台积电 今天收478 今天最高在488 489 也就是今天最高 刚好是 巴爷爷的成本 那你收478 坦白来讲 你现在去买 你比巴爷爷平均成本 还便宜10块钱 巴爷爷买了41亿美金 各位你自己去想想看好了 好 还有一点 巴爷爷 他为什么要第三季买 台积电 被邀请赴美设厂 那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 巴菲特难道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在今年第三季买 台积电 竞争力 在半岛里竞争力全球第一 巴菲特会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在今年第三季买 他为什么要在五年前买 八年前买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巧合 巴菲特为什么要在第三季 去买台积电 而第三季台积电均价是在488块钱 而今年以来外资还卖超台积电超过93万张 你跟我讲说台积电在这里 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我打死都不相信 所以我直接跟各位讲 台积电这次回撤半年限在这里 我已经讲过 我不是现在讲 他回这半年限 这条半年限 守稳之后 8月份台积电高点 避过 避过 同样的状况 你连接到大盘就一样 我们就不再讲了 好不好 我看好是元一份行情 你12月初你拉得越低 元一份行情 上去的空间越大 这个你要注意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我说道琼已经收复8月以来起跌点了 各位看 对不对 这8月份起跌点 台股8月起跌点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那美国这些中产级股票 很多都已经 这我都讲过了 都已经收复8月份了 这个波音 爱格斯特美孚 都已经收复8月的一个高点 位置嘛 你看 都看到了嘛 对不对 然后 这些股票 我说早就已经站上8月17号了 连电有没有站到 连勇有没有站到 日月光这些 我不是现在讲的 我不是现在讲的 那就算 就算那个时候我讲了 你没有上车 你现在问我 你说老师 那OK好 那现在 我们承认你讲的东西 是对的 那现在拉回 怎么办 要不要买 还是股票先卖一趟 你手中如果一堆股票的 先卖一趟 我还是那句话 你手中前面一些 追高的生计股票 你现在不卖 你什么时候卖 我请问各位 对不对 有些股票 你位阶太高 你不卖 别人会卖 那龙头股票 我们就 那天小英国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讲龙头股票 连巴科 有没有 过8月高点 是不是过高 然后再回撤 很合理吧 IC设计龙头 对不对 有没有过高吗 过8月分高点 过了嘛 对不对 南科低润 8分高点 啪过去 现在回撤在这里 你说什么 这个地方 你如果前面没有卖 你在这里 你在卖 你没有意思了 你懂吗 它是过高 过高之后回撤 今天紧缩跌顶板 好可怕 吓死人了 收最低 锁住 对不对 前天见波段高点 140.5 两天后跌停 那你说这个地方 要不要砍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两方面 第一个 不管紧缩南电 你看到没有 它都是碰高拉回 碰到高点拉回 8月的高点 紧缩碰高 南电也是一样 这都一样了 这是过高 大概差不多了 过高拉回了 窄板部分 你不要忘记 它从87涨到140 87涨140 涨了多少钱 涨了53块钱 超过五成 这个紧缩从这里 到前天的高点 涨幅超过五成 那你涨幅超过五成 你下压 到这个半年线 跟月线这个地方 你这地方就寻求支撑 你说老师跌停 我就一定要砍 重点在位阶 那你看 大同 这个是不是也是大股票 这也是8月初的高点 8月中旬 这个8月的起跌点 大盘8月起跌点 大同当时在这里 大同现在在这里 离这个地方多远 各位 你自己看 今天为什么强 集团 重点 华晨也是一样 1519华晨也是一样 但华晨 它的形态上面来讲 它是长线低档 它前面也没什么跌了 但也没什么涨 对不对 你看人家什么 没什么 它也没什么跌 就在这边上下混来混去的 它这个趋势 你看到没有 但是 它也是过了8 9月的高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过了8 9月的高点 开始上去 对不对 而且它最近才刚开始上去的 那更何况这种 那更何况这种 更何况这种 离8月高点还这么远的集团股 所以丁老师告诉大家 不会做的 其实真的要好好地去 把握一下 注意一下 特别是自己手中的股票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口我帮我马上回来 来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买在相对的低档区 股票涨上去了 标股出来了 你赚了钱了 这样才有意义 那股票已经飙上去了 你再去买它 你再怎么讲EPS多好 未来前景多好 基本面多solid 那个叫什么 你看得到吃不中 精锐圣品7加8 你随便跟着我 精锐7根掌停 胜品8根掌停 随便都可以赚得到 全部有数字的标股 可是你等到精锐7根 胜品8根之后 你再去买 那个叫做7上8下 你买了会害怕吗 我要怕死 我跟你讲 你去追什么 你去追精锐 我在这里讲精锐的 你市场上面 没有人注意 130几块钱 涨到229块钱 这里去追 我讲白的 那要怪谁呢 从本硬比的角度 胜品 我要这里换手再攻 就是这里 从这里又标8根 前面不算 这3根我不算 从这里开始 从买进那时候 从买进那时候 涨8根涨停板 我哪一个没有先讲 基友 安全监控 我哪一个没有先讲 精锐 9月15号 我哪一个没有先讲 基友 9月15号 15年底部报答量 我哪一档股票 没有先讲 不会做的 来 把扫描进去 订阅我的YT频道 不要再被别人 牵着鼻子走了 人家叫你买什么 人家叫你追什么 你就追什么 订阅宇哥的YT频道 下一档标股 你就能够上车了 记得 按赞 打开小铃铛 好不好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你看这个万润 有没有 8分糕点在这里 我当时在这里先买 买完之后 对不对 整理几天 这边加码 涨停板 来 我加在这里 71块钱加码 9点34分 将宜特获利入贷 资金转进万润 9点34在这里 71块钱 手板74 早上低档买进 万润 涨停板锁住 现买现赚 涨停板 宜特获利入贷 转万润 万润涨停板 你说老师 宜特 今天很强 强20分钟 我卖在这里 接收这里 各位你自己看 我卖在这里 我卖在这里 获利入贷 换万润 万润 机器人 另外一组 VIP 各位你自己看 百分百 宜特获利入贷 转万润 百分百 恭喜万润 攻上涨停板 现买现赚 涨停板 赚完一档 再赚一档 工涨停 这边也是 VIP 先买 我们已经先买了 手组获利报老 你空手的 跟新会员的 71再买 同一天 一样涨停板 74块钱 VIP 就是跟着我这样子 一档一档赚 买完 整理一下 准备发动 再加码 你本来买十张 整理一下 你看了一下之后 放心 一转墙 我再叫你再加码 你再买十张 二十张 涨停板 全部白纸黑纸 给各位看 你的老师敢这样子做吗 开高获利出一趟 百分百 全部获利入贷 VIP 出半数 我今天早上 九点四十七分 VIP 把剩下 昨天出剩下的半数持股 今天全部获利入贷 来回操作 我带你来回操作 慢慢的 你会发现 你这样子做 钱会越来越多 钱会越来越多 九点四十七分在哪里 各位自己看就好 九点四十七分在哪里 在哪里 但是这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 来回价差操作 库长股在七十五块六 所以六一八七的万二 七十一块八 今天收七十八 压回会再买 我会再买 但重点是怎样 你像我这样子做 你会发现 你的钱 会越来越多 标股大家都有 每个都会跟你讲标股 七支八支 甚至很夸张的 我看到有什么 什么八成 获利八成 获利一倍股票 贴了个半天 你放在口袋里面 才是真的 你跟不上没有 那就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你来不及的 你说老师 我有时候在忙 你就订阅我的YT频道 好不好 手机现在拿出来 把它扫描 订阅我的YT频道 来 再来 这拓凯也是一样 赚超过二十块的 北米不到十倍 你说军工概念股 获利一片最高 就是拓凯 四五三六 今天是吧 还不是一样照拉 拉得很凶 动动动 拉得很凶 这个拉回 要注意要找买点 那这个八贯也是一样 这边这个震荡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前面没有量 所以这个地方是震荡洗盘 就很像很像之前的盛平 所以这个股票 八贯你要注意 它也是军工概念的 类似跟这个拓凯一样 他赚五块多嘛 一三二四 一三四二 赚五块两毛九 赚五块两毛九 这是机油公司嘛 四五三六 对不对 拓凯赚二十块钱 不会做的 让我带着你 丁老师告诉你 农历年前我全包了 讲直接的 农历年前 农历年后 再起算会期 我再讲一次 你现在跟着我 农历年后 再起算会期 农历年前 我全包了